有傳說是 兩幫劈腿 我的寫一首歌詞就叫沒什麼好說 對 劈腿 兩筆應該可以 我覺得可以了啦 差不多了吧 I'm ready I'm ready 好好對待他 是不是很美 其實這張宣誌我應該是說 我想說什麼我都說 想唱什麼我都唱 這幾年的體會啊 我的心情啊 跟離婚之間是有關係 一定有 你是說謊的人 你狠狠把幸福變成藍場的風聲 你是說謊的人這首歌 這首是 嗯 我覺得應該就是我最黑暗的時候的心情 我很感謝我的部落 其實你知道我回去的時候 都沒有人會問我什麼 一句話都沒有 就是文藝出來啊烤肉啊 唱歌啊 走啊去哪裡去哪裡 你恢復單身的時候 他們是不問的那一塊還是 就是新聞出來沒多久 我們就去沛瑤的店嘛 他老公開的店 我們就聊聊天 就沒有聊細節 但他們就是看到我 覺得我OK就好了 沒有 沒有 笑很開心的 其實有傳說是 兩幫劈腿 可是因為當初你們其實雙方沒有要 你們就是只有承認這件事情 可是沒有要多發表任何東西 我的選手歌時就這樣 沒什麼好說 有時候也會氣自己怎麼只記得別人的好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我覺得 我們就是一個默契啦 我覺得在分開之前 我們都 我們是講好 是有好好的談的 對 劈腿 劈腿 或是你發現有什麼不對勁的時候 就會去思考 是我變了嗎 還是 還是中間發生什麼問題 這也是一個觸發點 讓我會 可能有一點點懷疑自己 大概花了多長時間 你來做出比較低長的事 其實有一點不自覺 因為時間這種東西真的是悄悄的 你不會 刻意去發現 可是某一時刻你又覺得說 欸我好像沒事了 我最不希望 有事情發生去影響我對自己的自我價值觀 因為 那是我從小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 我一直很愛我自己 一直 很 懂得怎麼樣讚美跟肯定我自己 所以我不想因爲什麼事情發生而影響我 對自己好像我不夠好啊 或是對自己掌握 或是對自己掌握 沒有 LINE什麼IG什麼都沒有 照顧我自己刪啊 在還在 在啊 不會去看 可是 就覺得沒有必要刪 你看到他臉書就會有畫畫嗎 所以叫喆喆 那你會怕再談戀愛嗎 我不會怕談戀愛 但是我會變得比較 小心 以前就是會看感覺啊 我感覺對了 然後就跟姊妹說 你講到他 我朋友都會覺得你是不是太快了 我結婚的時候 其實 我有些朋友根本沒看過他耶 現在就是會 會多少要 可能想一下 相處啊 然後你應該可以 下一個 我覺得可以了啦 差不多了吧 I'm ready 現在有可能發展了什麼 我覺得現在 應該就是都是朋友啦 但我覺得現在 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想幹嘛就幹嘛 我如果談戀愛的話 也可以這樣 就是以自己為主 所以我要確定 確定我可以這樣子 我在談戀愛 不要又那麼笨笨的 就是配合對方